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大陆佛三分钟 傍晚好 我是士风 西加墨昆明园关立庙向来积极热衷社会公寓工作 最新一项计划是筹募实务栏 已派给区内的各族弱势群体 由于民众的反应热烈 因此筹募实务栏的目标已从原定了一百份增至两百份 并向三百份的目标前进 该庙主席林桂林表示 盖庙是抱持人人失散积福积德的原则 推动筹募实务栏计划 让善心人士捐助各族的弱势群体 每分一百令吉的实务栏目的是 推动行善精神 鼓励和影响更多人士参与 并借此推动爱心社会 上述活动也是配合盖庙于10月19日至21日 庆祝南海观音菩萨得到登仙日而举办的活动 换个焦点 反贪污庭今早审理了两宗民众涉嫌贿赂官员的案件 第一宗案件的被告是41岁的陈宝伟 他被控于今年1月23日下午5时 在新南普莱木迪亚拉花园一带贿赂官员 被告被控于上述时间和地点像 伊斯甘达公主陈市政厅助理执法官员 在哈尼夫线上3000令吉汇金 作为不取缔无造营业的酬劳 因而触犯2009年 马来西亚反贪会法令17B条文 法官拿督阿摩卡玛 允准被告保卫候审 保释金是5000令吉 并由一名大马人担任担保人 被告每月也得到新三反贪会报道 第二宗案件被告则是56岁的黄志凯 他去年11月2日晚上8時20分 向伊斯甘达公主陈市政厅助理执法官员 塞夫丁呈上1000令吉汇金 作为不取缔他无造开档营业的酬劲 被告同样触犯2009年 马来西亚反贪会法令17B条文 并可在相同法令24E条文下被判刑 法官允准被告在缴交4000令吉担保金 成交国际护照 以及每月到新三反贪会报道等条件下 得以保外候审 最后关心马格达州席补选的消息 荣博州总警长古马今早到居栏景区 总部住宅区本阿曼·扎鲁里唐 巡视投票情况后指出 9月14日至23日的补选期间 警方共发出96张竞选活动准证 并接获两宗投报 警方目前针对其中一宗开档调查 警方是原因1954年选取法令4A条文 以及通讯及多媒体法令233条文 调查上述投报 该名个人用户涉嫌在网络散播谣言 目前警方正向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获取资料调查该账户 今天是军警的提前投票日 共4438名军警提前投票 截至下午30 投票率达93.17% 另外有18名警员申请邮寄选票 其中13名已寄出选票 古马鼓励余下的5名警员 于本月27日下午50前寄出选票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周报 新周网